彭校大哥刚刚讲到美中事实上全方位大战的同时 第一岛链另外一个外界观察的指标是南韩 那这回合尹徐岳事实上要率领的是超大规模的工商团 要访问美国 而且他确实改口挺了台湾 南韩的国家战略跟路线如果占到美国队 当然中国生气气 可是第一岛链 美国围堵中国的战略布局就更加的结构完整 是的 刚才这个吴金融总经理提到晶片的问题 那么其实美中之间的这样的博弈 很大成分也是一场的晶片战争 而这个晶片战争里面有两个最主要的战场 或两个最主要的战略据点 一个就是台湾 一个就是南韩 那么南韩跟台湾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隐姓月他为什么会说台湾问题跟南韩跟北朝鲜 一样都是全球问题 就是影响到除了晶片以外 其实隐姓月里面还有一个韩国一直以来的深层的担忧 这个担忧是什么 就是如果中国要对台湾进行武统的时候 他不会单独对台湾发动 他一定会这个促使北朝鲜对南韩同时进行进攻 所以说这样子目的是为什么 目的是要分散美国的这个注意力 这就是所谓的唯卫旧造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中国有唯卫旧造之计 美国也有 美国的唯卫旧造之计在哪里 在南海 就现在正在演习的美非之间肩并肩作战 意思就是说美国如果你在这个台湾采取军事行动 或者朝鲜采取军事行动的话 我可能会在南海对你进行全方位的封锁 因为从中国的战略地位来看 南海才是关键中的关键 所以为什么现在中国的外交部长 keep put 急急忙忙的要赶到贝利宾去 要问清楚贝利宾到底什么意思 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 我们只注意到台湾的安全 只注意到说 哎呀中共一连串在台湾进行了军演 但是我们把头稍微抬高一点 把视野放宽一点 我们发现说 台湾只不过是 这整个印太战略里面的 全盘当中的一个小局而已 如果放在全球战略的话 那更是一部分 但是我们这个小局却是一个焦点 这个焦点越来越受到重视 你看啊 以美国众议院来看 美国众议院 我上次我也提过 众议院最主要什么 在各委员会 那么这一次为了要对抗中国 为了要怎么样帮助台湾 能够提前的能够武装好 除了上次我们讲 外交委员会的主席麦卡尔以外 军事委员会的Rodgers 还有战略竞争委员会的Gregor 三个主席同时都在强调美国要加快来武装台湾的步伐 而且呢 就是说对于台湾的各方面 他们都投注高度的关心 认为说在中共压力之下 如果不能够提前一步来让台湾做好准备的话 中共不会给美国十年二十年时间去等待 谁也不知道说这个习近平什么时候会突然发疯 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 我们看到说这个有人说 哎呀你看最近泄密的那个资料 说我们台湾的防空啊 可能没办法掌握空优啊等等 就在想说你看我们台湾 啊 抵挡不了啦 抵挡不了 其实说实在那是很外行的说法 为什么说很外行的说法 以前啊我的师长叫陶光远 我在334驻守在秦天刚 那是很重要的反空这样的距地 我们刚到了以后 一个礼拜他就来视察 然后问有没有问题 以前的长官告诉我们 当你说有问题的时候就没问题 当你说没问题的时候就有问题 所以说我们一定跟他报告 我们哪里哪里哪里有问题 哎他说很好很好 这代表什么你们有进入状况 如果说没问题 哪有没问题的事情啊 对不对 所以说今天美国会来注意说 我们台湾哪些弱点所在 甚至于说台湾的军队很多训练不足的地方所在 这不是坏事情啊 有问题就没问题啊 美国不是说看你台湾笑话 然后要拿你来牺牲嘛 不是这样子 他是看你的问题所在 然后如何的加强帮助你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异军的道理 不要以为说台湾军队很强就很好 坦白讲台湾有弱点 军事能力不很强 这样子美军才会赶快来 好我们稍后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